到期最富有的鬼魂 如果你看到他们杀腿就跑 真的会错失一大波原石了 第一个 利罗 来到吉明海滨右下角这个点位 在这棵树下面 站着一个叫利罗的阿飘 和他对话一下 然后往东北方向 来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挖掘 点击就会出现一只很凶的雷兜丸 干掉他就可以获得一个珍贵宝箱 藏有30元石 第二个 木户和木奈 在逢月之夜左上角的小岛 找到两个阿飘 和他们对话 一共需要对话两次 并且交给他们一个飞鹰绣球 然后来到千来神池左下角 又看到他们 还是交给他们一个飞鹰绣球 接着回到逢月之夜这个位置 还是交给他们飞鹰绣球 再一个位置在这里 对话两次 还是交给他们一个飞鹰绣球 最后我们来到地图这个点位 还是和他们对话 完成后居然可以获得一个 藏有30元石的珍贵宝箱 第三个 鹰奶 来到千来神池这个地点 锚点出来后往东方向走 来到这个破房子 翻穿进去 跳进这个洞口 再找若未知 就可以看到一个叫鹰奶的阿飘 和他对话 对话完我们从洞口爬出来 转身往后面出来 一直走 来到这个位置 就找到鹰奶 和他对话 我们继续来这边找他 在草丛旁边找到他 和他对话完 还要找他一次 我们来到这个点位 这次在一棵大树下面找到他 和他进行对话 最后我们来到这个点位 鹰奶站在树的旁边 和他对话完 就可以获得一个金字宝箱 第四个 D家 来到芝比山船送锚点 反洞口跳下去 这里可以捡起蓝色的海螺 就会突然出现一个阿飘 然后来到逢月之野左下角 破船的位置 也有一个海螺 下一个海螺在茂汁祭场左上角 这里有几个罐子 打碎他可以捡到海螺 下一个点位在这里 海滩的位置就可以捡到海螺 最后回到七天神像位置 转身就能看见阿飘 对话完后 来到茂汁祭场下面 跟着我一直走到洞口里面 在这里有一个可以直接挖掘的珍贵宝箱 第五个 伊布 再千来神池右上角的锚点出来 在钓鱼点 钓一下鱼 就会出现一个阿飘 和他对话 然后来到下面这个点位 在雷鸟旁边使用羽毛 就会突然出现一个钓鱼点 来这里钓一个鱼 钓出一个护身符后 来到仙来神池这里 交给阿飘 就可以获得一个30元时的珍贵宝箱 第六个 阿布 就要来到地底下这个位置 先来到芝比山的传授锚点 往洞口跳下来 跟着我一路走 来到这里会有几个发光的蘑菇 捡起来又会突然跳出一个阿飘 告诉你现实时间48小时后 带几个木峰蘑菇和蘑菇来找他 他就会给我们一个精致宝箱 第七个 知识 在逢月之夜这个位置和阿飘对话 按照这个点位图 使用雷元素角色 把所有的灯都点亮 可以按照这个顺序一个一个点哈 在雷鸟附近的灯 记得拿羽毛激活一下 全部点完后 我们回去找阿飘 也可以获得一个隐藏成就 和40元时珍贵大宝箱 第八个 云奈 在茂姿机场上面这个位置 有一个叫云奈的阿飘 我们需要限时时间5天 和他对话可以中断 到了第五天就可以获得一个精致宝箱 第九个 传工 在芝比山右边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阿飘 这里是需要你把所有的阿飘都找到了 才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送走所有鬼魂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珍贵宝箱和30元时珍贵宝箱